大家好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案 很複雜的 說實在 這兩天我真的頭很痛 這到底是真的叫做世紀冤案 還是說這個叫做罪有應得 九年前 一名還在念大學 但是他已經是手球國手的陳敬凱 出了一場車禍 那場車禍傷到了他的腦部 在車禍過幾天之後 他發現他看不到了 然後他就說 怎麼會這樣 醫生去幫他做檢查 發現說 咦 你眼睛好好啊 眼球沒有受傷害 視網膜沒有受傷害 視神經沒有受傷害 怎麼可能看不到 他說沒有 我今天都看不到 都黑黑整片 後來他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車禍傷到的腦 導致於他的腦的皮質受損 而腦呢 這種接收視神菌的這些訊號呢 沒有辦法產生反應 而導致失明 這時候呢 張基就開了一個醫療的證明說 他因為這個事情呢 全忙 他拿著這些醫療證明呢 去申請保險 總共三家保險公司給了他五百多萬的保險金 撞他的呢 是一名國小老師 而陳靜凱就是這個手球國手 失明全忙的這個人呢 他去告這個老師呢 傷害刑事罪 然後呢 求償一千多萬 然後 當然這個國小老師很生氣 說怎麼這樣 如果說這樣撞一千多萬 還要賠一千多萬 結果他去查查查 唉唷 這個手球國手呢 說他全忙 說他什麼都看不到 要告我傷害 然後要我賠一千多萬 結果呢 他還可以在舞臺上唱唱跳跳 他還可以去跟人家丟飛盤 他還可以去打桌球 他還可以教他的學妹呢 去打網球 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這時候呢 他覺得太奇怪了 所以這名撞他的國小老師呢 就去檢舉 像這一種所謂的 詐領保險金的單位呢 檢舉說他詐領保險金 經過一審呢 法官認為說 他確實是詐欺 判了他四年十個月 他當然不服 所以他去告到二審 二審的法官呢 判的刑責稍微輕一點 也是判了一年多 但他這所謂的不法所得 五百多萬的保險金呢 通通都要沒收 而且呢 要再關一年多 但是可以一顆罰金 這個時候 包括法福基金會 包括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跳出來批評 法官呢 你這個太過自由新政 對於所謂的天生的全盲 跟後來的全盲呢 你完全不敢亂判 因為呢 法官認為說哪有可能全盲 還可以去在那邊打棒球 打網球 還可以教學生 還可以幹嘛 行動跟這個看得見的人一模一樣 這百分之三百是詐領保險金 但是呢 對於市藏協會來講說 所謂的天生的跟後天的呢 這會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那陳靜凱這個手球國手說 為什麼我已經全盲 看不到東西了 我還可以打球 還可以去領錢 還可以去考試呢 是因為我是一個體育好手 對於球類呢 我去打籃球 我都知道說籃框在哪裡 我投什麼角度 然後就會進去 真的可以說服大家嗎 這件事究竟是世紀的冤難 還是真的叫做罪有應得 今天有話好說 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因為這恐怕在司法上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境 特別是當不同的醫院做出來的醫療鑑定 南緣北側的時候 法官要怎麼判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樣看待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北市藏的重建中心的老師 同時他也是臺灣重要的定向行動師 葉昭霖 葉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真理大學的法律系副教授吳錦慶 吳老師 大家好 這一次幫忙陳敬凱辯護 同時他也是法服基金會的專職律師 我們來歡迎李炳宏 李律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特別強調是李律師之前也上過我們節目 李律師是一名盲人律師 所以他應該會很體驗到 所謂的盲人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跟整個社會對盲人可能的一些誤解 或是歧視 我們再來歡迎事件的主角 前手球的國手陳敬凱 各位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所有人大家好 我叫陳敬凱 我必須先跟您說 我們這兩天非常認真的看了二審 高分院的判決書 我也必須很坦白跟您說 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點 我先講說我們這個節目單位在跟您溝通 說要談這個題目 邀請您來上節目的時候 第一個疑點是 我的同事邀請你的時候 發了一個簡訊給你 你很快很快就回了一個簡訊 但你發現說這個簡訊內容有一些錯誤 你又收回了那個簡訊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 又重新發了一個簡訊 讓我的同事提醒我說 信聰你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這麼輕易的相信 陳敬凱就是全盲 你如何在那麼短的時間回我們簡訊 而且重新再發一個簡訊 手機上來說其實現在手機很蠻智慧的 因為iPhone裡面它本身就是 會有語音的聲音 然後可以讓我們 我開啟語音一下 稍等一下 那手機的部分來說的話呢 兩個App有一個先上火 都會有聲音 那這些聲音來說 對我們適當者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提取 那我還可以再透過聲音的部分呢 不包含我 還有很多師匠朋友 他們也是一樣 必須要透過聲音 才可以知道說 現在的位置 現在的距離 現在的空間在哪裡 螢幕變暗 那它都會 語音的部分都會一一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移動到哪裡 我們都是用手去移動 移動那個手的位置這樣子 我們在操作當然就是會有一些訓練 那訓練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嘗試 但我同事的質疑是說 您如何在很短的時間收到簡訊 而且在極短的時間可以回我們簡訊 而且在你發現說有資訊錯誤的時候 收回那個簡訊再發一次 或許我就實際操作看看 我必須坦承說 我其實並非對你那麼信任 我是不是請你先把眼罩戴起來 我這眼罩呢 我會先給主持人看一看 因為我像觀眾朋友講說 剛剛我有戴過陳敬凱桌上那個眼罩 對我來講全黑的 我什麼都看不見 我覺得也許請你戴起眼罩好嗎 好 就是你桌上的那一副 你要戴兩層眼罩好 那我也許就先試著 你在戴的過程中 我來打一些字 好 OK 這眼罩我先大概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眼罩 他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不透光 那在適當的運動裡面來說的話 這是屬於公平的一個眼罩 那我在戴的時候呢 我都會怎麼戴 好 第一幕是長這樣子 好 那戴好之後呢 那我也可以請人家來協助 看可以能不能看我下面能不能透光 我說實在我相信你不能透光 因為其實那個眼罩我剛剛戴過 我現在透過LINE的也導播讓我看一下我現在的LINE 其實我現在已經連結到陳淨凱的LINE 我發了一個簡訊給你 那你現在就算你是 不好意思 用詞就比較直接一點 就算你是裝蝦 詐盲 你現在也看不到任何東西 我發了一個簡訊給你 請你在很短的時間回答我這個問題 操作你的手機好嗎 那觀眾朋友 其實應該可以透過這邊 我其實在這邊已經打好字了 好 那我就要 你就直接回好了 下午809 因為這個角度其實 我原本的角度基本上就是在這個角度 沒關係你就用你的角度操作 那因為 好 下午809 再試一次 密碼欄位 已輸入0個數值共6個設定 點兩下來 點兩下來 Dog9 觀看次數200 Dog9 AssistiveTouch AssistiveTouch 選單 點兩下 後中主畫面 60 Dog9 點兩下 Dog9 點兩下 One View BTN Close Dog9 顯示全影設定 One View BTN AssistiveTouch 導點下 Dog9 已關閉 VoiceOver Dog9 因為我們這節目是Live的節目 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剪接跟造假的情形 照片 主畫面 照片 App切換器 已關閉 VoiceOver 录音 Dog 電話 Dog Dog9 Dog8 數iny Do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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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叫學妹金 文字欄未點兩下金 插入呢 喝 刪除 喝 七 喝 歌 歌 喝 呢 一一 喝 三十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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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 七 您好 好 我要收回 等一下因為有點當機了 今天 逆讀 逆讀 轉轉 轉轉 收回 收 返回 按鈕 剛剛的動作呢 主要是我剛 我剛回應就是說 您好 回應您好之後呢 因為一部分是手機 可能調的速度有關聯 所以他也必須要下降他的速度 沒有問題 我解釋一下 剛剛我們這些動作 這好了之後呢 我剛剛在操作過程當中 只要這過程是順利的時候 我很快地做到收回 就這個動作 好 我解釋一下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我必須承認說 我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疑惑在 所以我必須看陳敬凱 是不是真的是在全忙的情形下 可以收到我們發給他的簡訊 而且回 那剛剛的時間 說實在是比昨天是長了一點點 不過他很顯然已經看到我們發給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如何能夠教學妹打網球 而且矯正他的姿勢 他剛剛經過大概是幾分鐘之後 回了一個你好 然後把這個你好收回去 這部分還不構成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判斷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二審判陳敬凱是詐欺 判他要處有期徒刑一年多 而且五百多萬的這個所謂的保險金 叫做不法所的全部沒收 另外呢 他可能還有幾個民事的官司訴訟 要去做賠償 我們來看看真的叫做司法援雨 戴琪眼罩跑步打籃球 甚至丟接飛盤 證明自己是仗還是能從事 過去擅長的運動 他是前手球國手陳敬凱 就讀大三時發生車禍 被診斷視皮質損傷 視力勝0.00055 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但陳敬凱事後被控訴 是仗還能丟接飛盤 活蹦亂跳 涉嫌裝蝦炸飽 高雄高分院二月時二審判決 他一年兩個月有期徒刑 且需繳回522萬元賠償 陳敬凱律師團指出 法官認定陳敬凱既然失明 大學期間就不可能在密密麻麻的 印式考卷上作答 但律師團聯繫各科出題教授後發現 教授當時有準備放大版A3考卷 並非法官看到的影印縮小版 也有教授利用影片出題或改裁口試 來作為考評依據 我們認為整個審判程序 你連證據都拿不是原始的證據 而是被辯造過的證據 這樣也可以判一個被告有罪 什麼是障礙 就是說譬如說他可以catch down 可是他對慢的東西是沒有反應的 沒有反應就是沒看到東西 那一般人來說 這樣算是正常嗎 我覺得是不正常 所以障礙就產生了 視障教師謝曼莉表示 從陳敬凱丟飛盤的影片中 可以觀察到幾項是皮質損傷患者的感官知覺特徵 他認為這些影片都能再邀請視障專家來做判定 協助法官釐清 律師團也將整理新市證 向高雄高分院提出再審 記者黃金郭俊麟 臺北報導 不過有幾個資訊可能是先釐清 敬凱 抱歉那個其實就麻煩您眼罩先拿下來 因為這樣會稍微比較舒服一點 陳敬凱呢 他是在他十九歲的時候出車禍 然後導致視力全盲 所以他不是天生視障 因此他有十九年的生活經驗 這是一個重要資訊 第二個陳敬凱呢 他車禍並非傷及到他的眼部 而是傷及到他的腦部 因此你從外觀上看起來 就跟你我是沒有任何的差別 而且呢 陳敬凱在醫療判定上 他理論上的視力應該是要低於零點零一 所以呢不是弱勢 也就是說呢 理論上這個字呢 他看不 他完全看不到 也就是等一下我們會談 在這樣子視力零點零一的情形下 如何你可以看到考試卷 還可以作答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我們來看看陳敬凱這個 所謂的詐欺案 然後零九年也就是九年前 十一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陳敬凱騎 然後呢 張基跟高雄龍總呢 透過視覺誘發電位PVEP 等一下我們也會有眼科醫師 來到我們現場 來 他透過這個測試呢 說這疑似 陳醫師的說法是說疑似 他不敢確定說真的是 但是用疑似外傷性的大腦視覺 皮質病變導致於視障 一零年的時候呢 陳敬凱也就是這個時間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大概過了一年之後 陳敬凱 抱歉 這個大概是過了五個月而已 陳敬凱呢 他拿到重度視障的身心障礙手冊 政府發給他這個手冊 張基隆總說呢 陳敬凱的左眼跟右眼呢 視野是零 視力在萬國視力標準是零點零一以下 之後包括南山國泰明台保險公司 總共賠了他五百二十二萬 我們來看看後面的一些發展 但是張基在四次的診療技術想說 不排除陳敬凱是裝病 不排除 一一年的時候呢 施智佳就是撞他的這個老師呢 跟保險犯罪防治中心檢舉說 他詐忙 詐欺 詐保 一二年的時候呢 張基的醫師陳三寧 陳醫師也就是陳敬凱最早的去找的那個醫師 也就是開他視障的這個證明的這個醫師呢 說陳敬凱視力有變好 然後呢 控告那個陳敬凱控告失智加重傷害 本來是求償一千多萬 最後用三十萬來和解 陳敬凱在一二年四月的時候 進入盲人重建院 一四年八月高雄地院一審判他要關四年十個月 因為詐欺案 不過在一五年的時候呢 臺大心理系的陳建宗陳老師說呢 陳敬凱中央區的勢力只有零點零零零五五 三種回復高院說 陳敬凱沒有通過詐盲儀器的施策 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撤謊 你沒過啦 你可以解讀說他可能就是說謊 就是這個意思 一八年的時候二月十四號也就是上個月高分院判他要關一年兩個月 不過可以一顆罰金五百二十二萬這個叫不罰所得全部沒收 但義務律書團說這是冤案要希望可以提起非常上訴 我再請教一下李律師您是作為他的辯護律師 是的 真的是冤案嗎 他確實是冤案 因為呢我這邊可以針對幾個理由來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正如剛剛主持人說的陳敬凱他其實是中途失明者 那中途失明者顧迷失明就是什麼 失明以前他的生活經驗其實是跟看了見的人 之前面如果您現在是眼睛正常的朋友的話 他在失明以前的經驗跟你們其實是一樣的 另外一點在失明以前呢 他除了有寫字的經驗之外呢 他還有什麼經驗 他是一個手球的國手 可見他失明以前他的運動能力其實是超乎一般人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中途失明之後會發生什麼現象 第一點 他過去的一些記憶 並不會因為隨著視力的喪失而記憶不見 也就是說他損失的是眼睛的功能 可是他過去的運動經驗 還有他過去學寫字的經驗 這些記憶其實是存在的 只要他的腦筋沒有完全壞掉的話 第二個眼睛喪失但是人的感官有很多 包含像是觸覺聽覺 味覺還有所謂的運動知覺 這個回聲覺等等的 就是人的感官其實是有十一個 一個感官喪失其他感官如果都還存在的話 其實他還是可以借助其他的感官來過生活 那另外呢第三點 這個其實是在法院的這個判決書裡面 我們看不到的一個訊息就是什麼呢 通常中途失明者呢 他會經歷一段否認失明的一個過程 就是他其實是不能接受他失明這件事 那在想他曾經是一個手球國手 而且那個時候他才十九歲 正是要大展前途的一個年紀 失明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因為他本來的人生目標 是想要當一個 你的意思是說因為中途失明者會有一個 拒絕失明的這個過程 使得他會在這個地方表現出來 好像沒有失明 又在那個地方表現出來好像失明的 不同的這個樣貌 對 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不過我們來看看 也請教李律師您如何去看 我們先不談法官是否誤判 或是明察秋毫 因為最後你一定回到醫療 是 你一定要看醫生是不是講說 他到底是裝蝦 炸忙 還是是真忙 高院幾個疑點 其實很重要就是最早最早 陳敬凱的這個組織醫師 陳珊妮陳醫師 他說去經過幾個檢測 都一樣 都正常 沒什麼 沒傷害 陳敬凱一直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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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醫師當下說 疑似是外傷性的視覺皮質病變 就是說弄到頭髮 導致於看不到 而不是傷到眼睛 可是呢 在九九年三月的時候呢 觀察陳敬凱的行動 所以開下了這個所謂的大腦視覺皮質病變 然後雙眼是在零點零一以下的診斷 但他後來寫說怪怪 所以他在病例上寫了 不排除裝病 一百年開始呢 陳三寧一直寫了好幾次 不排除裝病的字句 也說呢 當時為什麼開這個證明呢 很可能是當時被他的行為樣子騙了 一百零一年一樣是陳三寧醫師說 如果病人不配合檢查還是不準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說那個所謂的那個EVPB什麼的 我不太清楚那是什麼 總之就是說測試 他的這個眼睛跟大腦之間連結這個反應 如果在檢查的時候 陳敬凱挑戰這樣 沒辦法 注意力不集中 視線故意給他搞得模糊 那麼這個檢測就會很不準 因此他從眼科檢查 沒有辦法認定陳敬凱雙眼視力 真的是全盲 一百零一年三月的時候呢 陳敬凱問陳三寧醫師說 那可不可以開一個 就這個已經是應該是一審判的了 可不可以開一個說 本來我視力很不好 後來又變好的證明 因為我快要被抓去關了 然後呢希望陳三寧開一個證明說 視力已經變好的這個診斷 陳三寧說沒有這種病 不開我請教一下李律師 是蠻多醫療證明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是陳三寧醫師的 張基剛剛我們談到說 他那個陳三寧 陳醫師認為說 他是被陳敬凱騙的 國防醫學院三種 也說呢主觀視力 就他自己講都看不到 可是呢這個Flash VEP的檢查是正常的 他會查那麼多 那檢查他的瞳孔光反射 也正常的 所以跟學禮不太一樣 臺大醫院也做了一些鑑定 然後呢說兩眼波形都較平 那有可能是功能性的視覺障礙 可是沒有找到氣質性的病變 似有詐盲之可能 如果有不少的醫療證明鑑定 都說陳敬凱是騙人的 如何解釋 最主要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失明的情況 當然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做分類 那以陳敬凱的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失明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顯而未見 就是他的眼睛結構 本身是受損的 比如說白內障 清光炎 或者是這個視網膜玻璃 因為這個其實透過ERG 這個是可以檢測得出 他的眼睛結構是有受損 那眼睛結構有受損 無可厚非 他的眼睛功能就一定會受到影響 是 但是陳敬凱的情況 剛好不是這種情形 他的眼睛結構完全是正常的 但是眼睛結構正常 是不是表示他的眼睛的視覺功能 就一定正常 答案是不一定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眼睛到大腦之間 其實還是有這個眼的四神經 是通到大腦的這個腦皮質 這個部分 那一旦這個通腦皮質的這個 腦神經的部分 萬一有受到影響的話 縱使他的眼睛結構是正常的話 他的眼睛功能 還是有可能會受影響 那陳敬凱在這場車禍的發生過程中 顯然其實他的這個 這個腦神經可能有受到影響 那就這個醫療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幾位眼科醫師 其實他們最主要根據的是 他這個眼睛結構的部分 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辦案的過程中 在眷內裡面 其實還是有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蛛絲馬跡 譬如說在九十九年的一月二十八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其實有匯整這個腦神經科 結果就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大腦的這個腦冠流的這個協議 流通是比一般人慢很多 所以從這個部分 其實也不排除就是說 所以也有醫院的證明鑑定是說 他確實是全盲的 是的 那吳老師我請教你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們其實還蠻仔細的看了 這個高院的判決書 真的不能說這些法官是在混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找了很多很多證據 特別是他找了好多好多醫師 醫院來做鑑定 最後他做出決定說 陳靜凱是詐欺 可是我們看到剛剛我們舉了很多醫院 還有最早的陳三寧醫師說 他是騙人的 可是包括振興醫院的趙孝明 趙醫師呢 他說呢他診斷出來 就是真的叫皮質性失明 就可以說是大腦受損導致視覺上失 特別重要是陳建中臺大心理系的教授呢 他透過核磁共振 透過腦波移 透過心理物理學的這些來量測呢 證實說陳靜凱呢 不管在哪裡呢 都是遠低於零點零一的視力標準 問題來了 當法官很認真的找了一大堆的醫院 來做鑑定 這邊的意思是說 他騙人的 詐欺 裝瞎 這邊說他是真盲 法官怎麼辦 我想就是說 我常常在 我有教刑事法的 我常常跟學生強調一個東西 就是說 法律是整個社會規範裡面的最後手段 因為社會有很多規範 法律執修 他是最後手段 然後如果非不得也要用法律 去解決這個紛爭的時候 刑法又是這個整個法律規範裡面的最後手段 那這裡就會衍生出我們一個學理 叫做刑法的歉意性 就是說盡量不要去用刑法 能不用就不要用 那這個會衍生出罪刑法定 就是說我們在 外面講罪刑法定 就是希望越明確 然後那個要件要越嚴格解釋 那這樣的話才能符合這個歉意性 同時也連帶到刑事訴訟法的 所謂的無罪對定跟罪以為清 那看剛才那麼多的鑑定 表示說確實法官很認真 這個我不否認 所以你要說這個是恐龍刑法 我不認為 那只是說現在問題來了 剛才主任秀了那麼多 這個法官非常認真 找了那麼多的鑑定 也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 那看起來是說 好像詐盲的是比較多 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這個說不是的比較少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法官面對說 是不是用多數覺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明顯我在猜 應該是法官最後是用多數覺 所以十間醫院有八間說他是詐欺 兩間說他是真的 那你就用八間 但是科學的東西 可以用多數覺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我要講 我們形式程序裡面強調 為什麼要強調罪以為慶 因為這個要判人家有罪無罪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 所以如果說用滿分是十分的話 我常常跟學生講 就是說就形式上 如果你要判被告有罪的話 至少要超過八分 就是說檢察官舉證 你要舉證到八分 好 那如果剛才那樣的話 那這個老實講 你說假設真的是八二的話 那這個時候 到底是要判他有罪無罪 不能用多數覺 在我看來要判無罪 為什麼 罪以是要為輕 不是為重 OK 罪以為輕的原則就是說 你也不確定他有罪 也不確定他無罪 或者是說呢 他其實可以採取比較寬鬆 或是比較輕的判決 都要做對被告有利的認定 被告有利的判決 而且你看喔 剛才那些不利的裡面 他都用不排除 遺失或可能 違反罪以為輕原則呢 又或者是搞不好法官已經掌握 根本足夠的證據 認定陳敬愷就是詐欺 我們來看看其中一個最大的疑點 明明他就是盲人誓葬青梅 有在調去打球 有在調去唱唱跳跳 有在調教人去打網球 我們來看看 在判決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陳敬愷之前是 那個手球果手 可是他失明之後 所有的人都要一段過度的銜接期 他怎麼魅喔 跟正常人完全一樣 再來完全全盲之後 還可以打躲避球 還可以教人家打網球 還可以丟飛盤接飛盤 還可以跑步 操場是圓的呢 不是直的呢 你怎麼知道操場的弧度 要跟著慢慢彎 還可以教桌球 譬如說他教小孩子 坐在草地上 這種靜態的 他這樣走來走去 都不會去打到小孩 打到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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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叮盪 又帶下來 又折返袍 走來走去的時候 都不會讓小孩抓到 而且都不會去跟小孩修崩 說得難聽 我眼睛看 我也經常跟小孩修崩 再來是 這個是最大的質疑 你教學妹 你也沒有碰到他的手 你是全盲的情形 你怎麼可以知道 他揮拍的動作錯了呢 你對於他的女學生 怎麼發球 怎麼擊球 怎麼打球 球是偏了還是震了 動作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是在插菜 在爬前時 還是在衝什麼 女學生素質到底好或不好 你說你是手球國手 之前一直在練習 丟籃球丟籃框 很準 你透過練習可以 但是對於一個新的學生 看不到的情形 你怎麼可能可以教導他 葉老師 怎麼可能 好 我是那個定向行動師 葉兆玲 那我們這個證照 其實在臺灣只有五十張證照 是內政部 勞動部發的證照 技術試證 我們是考過考試的 那通常我們通常我們在接觸個案之前 都會有一個是個管員 個管員會先加訪 加訪之後才會派案到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接觸的人都是持有手冊的身心 持有手冊的視障者 所以當我們我們接觸到視覺障礙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也是 我們第一個會先做評估 所謂的評估 就是我們會做一個功能性視覺評估 因為我們最想要知道的 不是他手冊是什麼 而是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他眼中出現的景象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先收集資料 因為個管已經到家裡去加訪過 或者甚至有的教育個管會已經到教育現場 所以就您的專業 陳敬凱這樣的情形 他確實可能在全忙的情況下 做出各式各樣的運動的動作 是 因為我們人基本上 等一下你也可以測試一下 就是你講話的聲音的高 你站著講話跟坐著講話聲音的高度 是不一樣的 我舉剛剛那個敬凱來到我們節目之前 大概是十多分鐘的時候 然後坐著沙發 我跟他聊 然後我那個請他到這邊拿他的手機 因為我其實對他手機充滿疑惑 就是怎麼可以這麼快發簡訊 剛剛我們也試過 那我講到剛剛那個 大概是在節目 開始前十分鐘的情形 陳敬凱是進來坐在我們沙發區 這邊的沙發 沙發前面有一張小桌子 是 坐著 我請他坐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是蹲低的身體 摸著桌子 很快的 就跟平常人一樣 坐到對面的沙發來 是 我那個聲音說 你不是看不見嗎 你才會知道說 對面還有一張椅子 你直接坐下來 那我解釋一下 這可以理解嗎 我解釋一下 你剛才你叫他的時候 其實他是坐著的 對 對 然後他其實也知道前面是桌子 因為他你在跟他交談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有桌子有水 所以他在喝了 對對對 所以他知道你的方向跟位置 那你又請他 拿手機給我看 請他拿手機給你看 那他是要從他的位置移動到 比較趨近於你的方向 是 那時候我是坐在旁邊的 所以我擋住了他的通道 所以他選擇桌子 他是後天失明者 所以他知道桌子 他一定是有邊緣的 所以他會沿著這個桌 桌子的邊緣 我們叫追機 我們在訓練的技術上叫追機 就是他沿著追機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有跟您解釋過說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一個明眼人 你叫我的時候 我會主動 我站立的姿勢是比較高 站立的走過去 然後找到椅子看到坐下 但是他不是 他是比較蹲低 他蹲低的位置 摸著桌顏 桌顏 對 但是他摸兩個就桌下來 是 是 因為他的追機的速度很快 所以讓你不會去有感覺到說 對 那通常我們都希望是這樣子 我們在訓練視障者的十一種感聞之覺 就是如果你還有色快覺 我們也會把他抓進來用 所以排除視覺以外 其實人還有失蹤 色快覺是什麼 就是靖凱請教你 所以你現在是 你看不到我對不對 是 你看著我是因為 你聽到我的聲音方向 對 但是你會看到我這樣黃黃的臉 沒辦法看那麼遠 也不曉得你在哪一個 所以什麼叫色快覺 如果我應該說 我有光覺跟色快覺 那色快來說 我可以看到某一些的顏色 某一些顏色 那燈光越明亮的時候 對我來說 這個顏色就會讓我更明顯 那如果說假設我背對的 背對的部分 你這樣子看得到紅色嗎 如果我要找的話 我會去找那摺色點 就盡可能去找 那當我現在 我現在實際演練出來 這部分就是 好這個位置 可能呢 是一個有點像粉紅色的 那個顏色 就是這是我最直接的 所以你要很近 然後光線充足的情形下 然後你可以稍微辨識出來 所謂的顏色這一塊 我們來看看法官第一個 最大的質疑說 一個全盲的人 如何可以從事那麼多的運動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一個全盲的人 可以打籃球 可以接飛盤 可以打桌球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運動 難道不是雜欺嗎 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就能夠做一下 我們來看看 這支盛 將來看看 垃圾球 吃 液圾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這段影片就是陳敬凱方面提供的 當然他可以說明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他在就算他不是全盲 但是他帶起眼罩 他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我的執意是說 因為這個影片是你提供的 所以你當然可以練習很久很久很久之後 拍到說你真的弄得很好的時候 再來去做 感覺上好像說你就算是那樣子 你都可以做 那我現在就也許 反正有沒有戴眼罩 現在對敬凱你來講 沒有任何影響對不對 那也許就現在請你戴起眼罩 那我們也許現在來再來 我不願意用考來做這個說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其實還是需要或許我們跟法官一樣 都有一些認知上的局限跟狹隘 認為說全盲一定就是要失能 什麼都不能動 認為說全盲一定要有全盲的那個樣子 那敬凱我現在在不攢伏你的情形下 請你先戴起眼罩 我不攢伏你 如果你可以打球 我相信你可以走出來到我面前跟我拿球 如果你現在 OK 那就也許請你出來這樣做 那做球需要拿嗎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再過去拿就可以 OK 其實剛剛那個動作我就覺得說全盲可以做這樣 實在是很厲害說實在 那我們來看看你這樣子這個是說實在現在也有盲人棒球 這個球是會發出聲音的 我按著一下 不好意思我不會算過這個 這要怎麼給我出什麼 這是盲人棒球 然後這是插銷 我會拔起來的時候 拔起來就有聲音 風鳴聲 還有聲音 OK 所以我 因為我們攝影棚有點小 我先用滾地球 那我不會丟到你的手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但你一定要聲響對不對 你那個插銷可以 好 如果沒有聲響呢 我可以看到 來 如果沒有聲響你接得到嗎 可以試試看看 我如果法官看到這個他也會覺得很訝異 我們不知道法官有沒有實際在法庭要求做這個動作 法官在判決書裡面有談到 法官要求你在法院實際跟他戴上眼罩 去做這個丟接的動作 你拒絕了 為什麼 這個部分呢 他是 他是非常不合理的 理由是 理由是 的確剛剛在這個環境當中呢 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因為在這裡我也是不熟悉的 但剛剛還沒開始導播 還沒開始 節目還沒開始的時候呢 我已經開始在一直不斷的repeat 那當我的repeat過程當中 基本上我會去摸索我周遭的一些線索 可以讓我去提取我待會有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但我未知我未來 我稍後會遇到什麼狀況 但我只能去想像我的這個空間 他可以僅有我的這個小小空間 可以協助到我的 像剛才我剛剛走過來的這個過程 的確還是會有一些盲點 還是會有去摸索到 還是有去觸碰 但是對我來說 在這短短的時間已經這樣子 其實已經有已經 已經是已經慢慢的 有比較大家的一個方正常人的方向 好 那剛剛一個包括判決書裡面 講到很多 你這個動作其實可以做反覆練習 反覆練習你就可以接到球了 說實在如果我讓我那個蒙上眼睛 我練習一個也許一年 我也可以接到球 我必須承認這個 我聽聲音我也接得到球 但如果我現在是你的學妹 你要教我怎麼打網球 我譬如說我拿這個 您的桌球拍好了 這是你的桌球拍 你怎麼知道我拿的姿勢是正確還是錯誤 譬如說我拿這樣 請問老師我這樣姿勢對嗎 你如何教導我呢 好 首先的這部分呢 我會先去靠近他 那靠近他好之後呢 就假設我們靠近一點 我靠近了他的時候呢 我聲音會給我一點回饋 那這回饋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障礙的距離 那我抓到的時候我會先去了解他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那完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請他揮揮那動作 那當然我會跟他說什麼樣的動作是最好的狀態 那這個都是我要設定的距離的一個方向方式 那是我策略 那開始可以的時候呢 他揮幾可以了 不錯可以這樣揮幾了 那我就跟你說你揮幾下看看 好 那我通常我會在你站在 你旁邊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揮幾的時候必須會有一點風聲 是 風的感覺 風的感覺 那我就會去抓這個這個部分了 那這個部分非常那個 他的人提取的功能是非常弱的 所以當然我還是會去摸他的動作來 那你持續的揮看看 對 持續揮看看 那我跟他說這樣揮的時候 你表示你的手已經這樣在掀了 不要掀我們就固定的這樣就好了 固定的方式這樣移動 不用帶不用那麼快 就慢一點 我們都以媽媽動作 那說這些東西是屬於回到我們的分析 他的動作 那動作好之後呢 這是隔空的嘛 那相對我們就會使用球 讓他去提取 可以幫我拿個球好了 什麼球 桌球 桌球 桌球部分呢 我會請他 我會做一下示範 來桌球拍先給我一下 那我當然會先做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就是這一條這是桌球 然後這是一個線連接起來的 那我請他去拍 請他去拍 那他去拍了慢慢去熟悉 這個感覺的時候呢 有慢慢抓到那個距離跟聲音 以及力道 那這個力道呢 感覺比較熟悉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慢慢讓他加入這個拍子 加入這個拍子 然後試著去做他的感覺 你教那個學妹是對桌球完全陌生的嗎 他就是只有 就是跟大家一樣 可能有摸過 有隨便玩過 但是沒有真正的很會玩 你有跟他收錢嗎 沒有 那這只是一個 我這樣問是說 真的會有人用這樣子 然後繳錢來叫他 叫你教他桌球嗎 但是你不 沒有繳錢 那因為這個是屬於客廣中所 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 也請那個靜凱先回座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下 你是怎麼回去的 等一下喔 我們同時也邀請張超海 張醫師 謝謝張醫師 但是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困境 是 這邊的醫師 包括他最早的組織醫師 開了所謂的事章證明給他 但後來在那個診斷上面 開始寫說不排除是壯病 後來另外包括三種 包括其他的醫院 透過所謂的那種視覺 跟腦之間的這種傳達的測試 認為說他並沒有所謂的 腦部的皮質病變 可是又有另外一個醫師 他們認為說 確實就是腦部病變 導致於他全盲 在醫院的專業鑑定 南原北側情形下 法院採取的 對他不利的這樣子一個說法 醫學怎麼會搞得兩邊都不是 這個案例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如果我們從這個保險公司的這個 根據的話 其實那個有公版的這個一些規定 我這邊唸一下 這是我剛才收集的一些資料 就是說關於視力障礙的這一塊 如果是雙眼失明的話 那麼它是符合意外以及受險的標準 所以它是賠償百分之百 保一千萬就是一千萬 這樣的概念 如果是一眼失明的話 就是百分之四十 那如果說雙眼沒有到失明 但是視力在一個標準 叫零點零六以下 那麼就是賠償百分之六十 那如果說只有一眼的話 大概是失明 但是另外一眼掉到零點零六 或零點一以下 大概也是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想這邊的話 就是這個陳先生嘛 就是說你當初賠償的金額 是五百分之多少 就是當初你投保的金額 後來你賠了一千四百多萬嘛 所以呢 是五成還是百分之百 他其實是賠了五百多萬 那其實是三家保險公司 然後其實這三家保險公司的 背景 第一間是那個南山人壽 這個其實是他媽媽在他 還沒有念大學之前 就民國九十五年的時候 去投保 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標準三家保險公司 我們現在看他一公里賠多少 就是用他那個雙眼全盲的標準 去給付他的保險 對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就決定說 程度的問題 程度越嚴重 所以是當初在九年前 是用全盲 雙眼全盲 來賠給陳敬凱 那是百分之百 那如果說他只認定說 他沒有全盲 他只是雙眼視力調到零點一以下 但是陳三的意思是說零點零一 所以就零點一以下 所以他是賠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雙眼視力減到零點零六以下 則是適用賠償金額 原來投表金額的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們先回到說保險公司 是怎麼認定他的嘛 所以我看起來是應該是雙眼視力減到百分 就是零點零六 就是零點零一嘛 就是零點零六嘛 是 所以我認為他沒有百分之百 他沒有鑑定他雙眼全盲喔 全盲是百分之百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保險公司 其實認定也不是全盲喔 是零點零以下 那假設是零點零一的話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說 他是詐盲嘛 是全盲嘛 所以他基本上不叫做全盲啦 他就視力很差啦 那我請教啦 是 醫生感冒這麼好配 我說 醫生我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醫生透過剛剛我記不起來 那個名字叫EVP還是PVE 總之就是說 透過MRI 電腦斷層 透過其他的這種偵測大腦的腦波反應 他有可能騙得過醫師嗎 這個就像我們是在測謊一樣 有人功力真的很強 不好意思 我沒有任何人身攻擊 我只是在講說 有人測謊真的很厲害 他其實是說謊 但是他還是測不出來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就是說他真的忙 他要裝真的很難 VEP跟大腦這個電腦斷層 測定他大腦皮質的問題 這件事情是真的很忙 但也很多醫院醫師 後來認定說他確實是詐盲 是 是 那醫師要如何去認定一個人是詐盲 所以嘛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法官最後應該是採取 他自由心證 但是他自由心證的來源 是來自於多數絕 那所以說大概我看他這個案件 大概有七八家是說他是詐盲的 那可能有兩三家確定他有大腦的一個皮質的病變 導致失明嘛對不對 那所以他會他會覺得說 既然有寫詐盲這件事情 代表醫師在測定的時候 為了保護自己 表示沒有配合保險公司 沒有配合病人 他就會寫這句話 我們個人也都是這樣寫 那我跟各位報告 當今天病人有寫什麼 希望我們寫什麼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按照規定辦理嘛 但是如果我們礙於人情 也不希望說真的是太難看 我會寫什麼 病人阻塑 就是你自己說的啦 你的生活 就是說你的視力不好 所以影響到你的工作 影響到生活 所以我就會特別寫病人阻塑 我把這個責任推給你 但有一個很的 就是特別請教吳老師 法官會不會被自己 太認真的這個意識形態所綁住 所謂的醫師講不排除詐盲 那其實是醫院在保護自己的用語 他並沒有說他就是詐碼 這個在這個司法實務裡面 就常常出現 監聽報告裡面寫不排除 結果法官認為就是了 所以你看剛才那些 他都寫疑是他沒有很肯定 所以我再強調 當有懷疑的時候是罪疑 唯輕不是重 這是我們我覺得這個 你說要偏見的話 是偏見在這裡 那回到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剛才那個醫師也提到 今天基本上 我去勤領保險金 你看所有的勤領保險 他所要提出的證據是什麼 是醫院的診斷證明 以及說我要查驗你 那這個老師很重點不在於 他講什麼 我們是相信專業 所以我們詐欺罪 有個很重要就是說 是不是詐述當然要驗證 可是就算有詐述 如果要死人陷入錯誤 那這個人 這個人如果他本身 就有專業查驗的那個能力 跟資訊的能力的時候 你不能把那個責任歸罪者填表的人 那靜凱 我希望你可以回答我們這一點 是說 當時陳建宗陳醫師做了一個 對你非常有利的一個鑑定 後來法院不裁證 是認為說陳建宗的這個 陳建宗老師的認定 是說你必須在三公尺以外 三公尺以內 看到一百七十五公分的物體 你才看得到 法官說怎麼可能你這樣 你怎麼可能看有科技館 你還可以作答 然後陳建宗說我每天都在練練練練練 然後後來第二次法官說 你到底為什麼看得到 你說我忘記了 所以法官說 你怎麼前後證詞差那麼多 再來如果說你只看得到大的色塊 怎麼可能看得到 那麼密密麻麻的小字 如果你什麼看不到 你怎麼看得到考試券 這個部分其實 在我看不到之前呢 當然對我來說就是寫字非常重要 大家大學生 或是大家看得到正常人 都是會寫字 那我有提取這個字的概念 那再來另外一個部分 寫字我怎麼去銷作 怎麼去寫 就基本上 我看出去的這個過程呢 基本上都是一坨一坨一坨 那我唯一怎麼可以從一坨裡面呢 去找出線索 那我有光覺 我有色覺 那我盡可能去找出 去找出他的顏色的區域 有一些色塊 譬如說黑色好了 他出現一點一點一點 我的譬如說我的大好了 大這個字型 我可能不會 我沒辦法直接看到這個大這個字 而是我要從顏色裡面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了這個顏色 可能它是什麼樣的字 然後接下來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還要說 我上課的時候 必須會做錄影或錄音 其中一個 其中一項 那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 很關鍵的點 一個全盲的人看得到字嗎 那我要必須說明一下 就是先天失明跟後天失明 是不一樣的 先天失明的大腦裡面 是很多字型的概念 因為他以前的慣性 包括寫字 他都是還存留在大腦的記憶裡面的 所以他現在 但他什麼都看不到 他只有那個色塊而已 你可 主持人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拿下眼鏡 我很願意 不過因為我戴眼鏡 你這樣講沒有用 你戴眼鏡眼鏡 好 沒關係 你可以把字 你可以把字拿到很近 我看不到 你有沒有看到是一坨一坨的 好 然後你看一下 你找一下 你找一下順著那個 隨便找一個字 連牆還是可以拆的 但是很清楚嗎 沒有 很模糊 他剛才在描述的 就是他律用了那些線條 然後去再追 我剛才他是不是追著桌子 走到這邊去 所以你認為還是可能 因為我們時間只剩下一分鐘 我再請教一下李律師 這個案子還有再審 或非常上述的空間嗎 因為本身那個考卷法官依據 他是銀本而且是縮小版的 本身那個考卷就不是他 當初作答時所用的卷 所以這個證據本身就有問題 那當初他也沒有去調查 調查原本的那個卷是什麼 所以光憑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提出再審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事實上在這個調查的過程中 都有一些 吳老師這個案子要再審 應該嗎 我覺得應該要 絕對要再審 因為他雖然寫得很仔細 可是我發現到他很多的點 就是他們在開記者會有提到 就是好像對被告產生突襲 就是說明明沒有說要調查 可是他突然在判你 你知道我會有時候 那就是... 如果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知道 是他們的朋友 或是他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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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做的?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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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情報單位 新貝特 長久以來 是國家維安的決策核心 他們與歷任總理 密切共識 同時深受政要信賴 深深影響著國家的政策 可以說是以色列相當活躍 也是最為機密的一個單位 六位新貝特首腦 破天荒同意受訪 公開談論他們的秘密行動 思索行求與恐怖主義 逮捕與暗殺之間的道德原則 揭露六日戰爭 以色列軍事佔領引發的爭端 至今仍餘波未平 有什麼? 以色列軍事佔領引發的 我本來的 我以色列軍事軍團 也不清潔